《大理赶通寺》 坐落在苍山圣英峰南路 背靠苍山面对尔海 原名荡山寺 是大理重要的佛教建筑 也是苍山最早的古寺之一 赶通寺的山门坐南朝北 山门左右 各有两尊护法神 面目猙獰 气势威严 赶通寺以环境清幽 庙宇宣昂 香火旺盛 而被誉为 西南盛南无双寺 苍耳驰鸣第一山 辉煌时期 曾经建盖寺安三十六院 寺院几经损毁 后清初重建 下一至现在的地址 寺内大门内 仍然保留着七块碑壳 记录着寺院的新衰 这座寺院的新衰 这个寺院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的幽静 这个寺院始建于汉代 在唐朝的时候又重新修建了 整个这个寺院古香古色 虽然并不大 而且这里头有两棵茶树 这两棵茶树都有六百年的历史 自古名寺出名茶 大理的赶通寺的赶通茶 就是最初产于寺院中 赶通寺内的两棵古茶树 据考证一棵五百多年 另一棵三百多年 寺内自古至今 一直种植茶树 并保留有僧人采茶 吃茶习俗的古寺